下一位角色我们来聊聊杀金吧 在2.0的故事中 感觉杀金在多次对开作者进行一些试探 甚至会觉得他们有在刻意安排一些接触 然后感觉他的目的是为了和我们达成合作 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杀金这个角色受到的关注度也是很高的 在2.0剧情当中 明显感觉到他有点一针一鞋 站在一个偏反派 但是也并不能完全说 你们有利益冲突 但也有利益合作的一方 然后他想要谋求与你的合作 虽然在2.0开作者暂时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回复 然后根据版本PV也肉眼可见 在红尖之外 他也是2.1版本主线的一位重要角色 谈计这个角色能讲的东西我感觉还蛮多的 然后我们回到最初设计他的时候 也是将近要一年前了 在整个信用点到目前 首先在1.4登场了一位星际和平公司 这个派系的成员也就是托帕 而沙金也和他同属于一个组织 就是战略投资部的实心实人 但是相比托帕而言 他的行事手段也好谈 展露出来的气场也好 和托帕那样子一种公事公办当中带一点善意的 其实并不像一样 沙金更多透露出来一种 其实你周末不透 你也并不能说他是完全的恶人 但也绝对称不上是什么善类 对他好像在良知和手段之间 四处的做徘徊 但更令人周末不透的是 他浮夸的外表下面到底心中 有一个怎样的自我 这件事情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那此次其实也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沙金是怀着一个比较强烈的目的 来到皮诺康尼的嘛 所以很显然在机下的剧情当中 他也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推力 并且他的人设显然也是那种 为了达成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将一些对常人来说 比较难以想象的事物压到这个牌桌上面 然后只是为了为自己最后赢得所有的筹码 然后所有或者一无所有 其实沙金这个角色 就是刚才邵机老师讲到的 其实是一些相对深层的设定 如果我们只是去看他的一个外表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阔哨公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 没错没错 那个其实2.0剧情当中 对他有个比喻叫小孔雀 对 就是他打扮的就像一只花之招展的孔雀 他很精致 非常的注重仪表 然后会穿一些比较贵气的形头 还有一些小细节 雨昂说他非常在于 自己的衣服会不会被鱼打湿 所以梦里没有鱼 这件事情他还特地会说 让自己感到高兴 是 那好像前面有一位下雨的 这其实各位应该也能看出来了 这里是有一些互相 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好奇啊 那这个就留待各位玩家 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面去自行探索 然后其实刚才说的这么多 总归到一点 就是沙金这个人是非常渴望拥有财富的 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都是为了积累财富 然后包括你去看他去挥霍财富 就完全能够看出来这个人对于财富有一种 可以说是近乎病态的执着 在他的那个视角看来 就是有这样一个信条叫风险越高 回报越高 所以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铁而走险的方式 去积累了这样一个大量财富 然后在这一点上 其实各位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 就是他的一个视觉元素里面很明显有筹码 有头子 那非常多的概率 对 概率 概统学的特别好 是的 等到这个新版本上线以后 你可以观察一下他的短信签名 我们在那里也布置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信息 也许对他而言 人生就是一场漫无止境的这样一种风险游戏 但似乎他是挺乐在其中的 一直会顺利 一直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赢家 就很难想象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你也很难说自己是不是真的 对他而言朋友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也比较难以言明 就更加让人好奇在接下来的故事展开里面 究竟列车组开拓者和杀金之人的关系会走向何方了 和他交朋友不知道怎么想象 我可以想象到 我和他交朋友我肯定会让他帮我买大乐透 你别说 其实就是无论是在2.0还是即将上前2.1里面 杀金的很多显像都 他都不用帮你买大乐透 他会直接给你 直接给你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和杀金相关的剧情选项里面 其实各位玩家也一定要尤为注意 请给我来一答这样的朋友 确实这里可以剧透的是2.1还有类似的桥论 哦 那可要把握好机会了 如果2.0错过了 2.1可别千万再错过了 一个实打实的风险爱好者 但是却踏上了存护命图 的确很有意思 那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战斗时候的表现吧 杀金他最大的特色就是释放战绩 可以给全队套上一种可以叠加的特殊护盾 然而当队友带着这种可以叠加特殊护盾受到攻击的时候 会为杀金去累积一种叫盲住的一个充能点 当盲住的充能点 他达到指定点数之后 杀金他就会触发追加攻击了 同时他的追加攻击 可以再次为我方全体上这种可以叠加的护盾 带着盾挨打可以就打出追击 对 然后追加攻击又能够叠盾 套娃是吧 没错这个男人他除了有钱也让人很有安全感 杀金的终结剂他可以使他获得一定随机点数的盲住 并且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伤害 同时他的终结剂还能使敌方陷入负面状态 然后我方所有的人攻击此状态的目标的时候 就可以造成暴击伤害提高 使用密集之后 全队都会有概率获得不同强度的防御力提升 看到这些技能画面以后我就一个感想 就这些金钱和筹码别拿他去砸那些怪来砸我呀 我要我也要 听下来以后我感觉杀金的技能里面有一些随机的属性 然后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设计的呢 这个的话其实杀金这个角色比起公司高管 我们更想传达的是一个狂热的概率游戏爱好者 概率学的很好 对所以他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设计 最早我们其实设定里面 杀金是不包含轮盘这样一个元素的 但是后来呢 就是我们想要把概率游戏这个点做到极致 所以才给他加上了轮盘这样的一个视觉元素 很早期的时候就像黄泉一样 其实每个角色在创作之初 启动之初都会有些疯狂的想法 对对对对有很多的脑洞 对对对杀金其实很早的时候 有一版方案我记得 其实是想做闪避 它最早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是闪避 为什么闪避本身就是一个 有一定概率的事件 然后它代表了一定风险 它作为一个闪避存户 它能吸引所有敌方怪物的火力 然后倾诉在它自己身上 但它能够通过闪避 然后以一个较低的生命值 但是能安然无恙地躲过所有的攻击 对对对 以小博大 然后甚至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视觉概念 就是它会有一个底持 就每次闪避成功 它头顶上那个数字 就会不断地往上 翻倍翻倍翻倍 然后甚至最后达到一个max 777999 但一旦这个过程当中 它又碰了一下 然后那个数字就会直接扣一半 然后钱吊撒一进 是个非常有画面感 感觉做出来 其实会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方案 赢下所有或者一无所有 对对是是是 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但最后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方案呢 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去实际的体验了一下 这个效果 最终我们发现 在经过多场的连续战斗之后 场上最终站着的只有杀金 就是那些AOE 把它的队友们全部都 对对对 因为就是说 铁道里面会有许多的怪物 它都有AOE攻击 或者是扩散攻击 或者随机攻击 对 所以作为一个闪避的存互来说 它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 但是对其他人就不那么好 老实说其实还 挺符合它人设 或者叫表面人设 那我突然想到 如果它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boss 它会闪避 那是不是会非常难打 就是你还真说对了 所以同样的 在最开始就当角色没有办法做闪避的时候 我们就转向了boss是吧 对那boss能做闪避吗 那当然也不行了 最后做出来发现 闪避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怪物身上 可能就是一个蠢蠢的 嗯负面体验吧 你想象一下 对我一个蛮怪的苍龙 闪避了 无敌 然后打出一元串的mess 但无论如何 就是你说到了一点 就是在2.1版本当中 沙金会和开拓者同样进行一场切磋 所以我们在2.1版本会看到 这么一名就是boss怪物 它的名字叫 识心识人诡异沙金 也可以看到它的形象 其实是和我们的角色有较大输入的 为什么沙金会展露出这样的形象 又是以何种理由 它和开拓者进行一场 友好的这样一种胜负游戏 对 友好的游戏 对这场游戏的结果又如何 那至于2.1 这些都会在2.1的剧情中进行交代 还请大家进行期待 我怎么感觉 我们总是和我们那些好朋友要打一场 那你就告诉我 再确认一下 它的确不会闪避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 这天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就还是那个样子 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实现了这样一个概率 有钱 对不对 就你在和沙金战斗的时候呢 它会时务时的倾泻出大量的一个绸码语 来攻击玩家 然后就是说 同时呢 他会去和玩家进行一个叫比大小 比点数的这么一个环节啊 就毕竟他是一个就擅长概率游戏的人嘛 对 哦 比大小 那我发货的这个点数是随机的吗 还是我们有办法去进行一些控制 嗯 是这样的 就是沙金它会投资出两个或者多个投资在场上 对 当你攻击了投资之后呢 你就会获得一个随机的点数了 当你的点数比沙金大的时候 你就会赢得这场游戏 并且你可以获得一些对你战斗有利的一些效果 当然如果你的点数比沙金小的话呢 沙金就会用筹码语揍我们一顿了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要在一次攻击中尽可能的攻击更多的投资啊 让我们的点数呢 可以有更高的概率去比沙金多 听起来的确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战斗啊 呃 我觉得刚才其实有一点非常的有趣 就我们在聊沙金白河的时候 就最后留下的一个结果就是 其他的人都离他而去的 最后只剩下他一人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命运使然 我不好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可能几天以后大家就能明白 这句话当中的一个几乎味 反正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 有些感慨吧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明显抱有着很强的 个人目的以及这样的复杂过去来到皮诺康尼的人 沙金一定也有自己非常想要去寻找 或者想要去寻得的某种事物 那就祝他能够 之中能够得到吧 应该能得到的对吧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那毕竟是擅长这种概率有些难 那么了解完沙金